哈喽大家好我是嘎莉 那本期视频的主题呢 就是小熊女生 也可以很性感的炫耀风穿搭 也感谢金主爸爸缺音内衣的亲情赞助 那缺音内衣呢 是主打无钢圈舒适风的少女内衣 和我一样A罩杯或者B罩杯的女生 是完全不可以错过的哦 你们真的性价比非常高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Let's go 那我第一套搭配的呢 就是有一点偏海统风的穿搭 很适合去海边 夏天大家出去玩的时候 可以搭配这件1 2分之1的复古直角杯 它是时下最流行的复古直角杯 然后在胸口有一个很心机的织带设计 我觉得除了有设计感之外 它还可以很有效的防走光 而且它采用的是莫达尔面料 所以吸汗非常的快 夏天就不用担心会闷热了 然后我的第二套搭配也是我最熊 因为已经几乎是彻底的还原了悬崖的穿搭 那身上搭配的这款莫达尔五光圈舒适那衣呢 听说也是缺一家的爆款 它非常非常的轻柔舒适 穿在身上几乎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它爆款的原因听说是因为它大胸小胸都非常的合穿 不会空杯 而且大胸穿的会显瘦哦 不会有那种很臃肿的感觉 那下面这套是微微有一点透视的上衣 搭配到的是这款轻弹柔舒适五光圈内衣 这款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 它非常适合胸型有一点外扩的女神 而且它是上脖下厚的立体式膜杯 上身的胸型非常的好看 所以要穿紧身衣服的时候 这件衣就是秘密武器了 接下来这套穿搭也是很适合出去旅游 以及出去逛街 或者是做运动的时候穿的 因为搭配到的是一件 我觉得有一点点运动风的三明之舒适五光圈内衣 然后这款是美背设计的内衣 它有超红的单层背 找非常的舒适 像我们要穿一些背心啊 或者是入背装的时候 这种美背的纹装 就是最好的选择啦 接下来这款是我感觉今天非常有个性的一套传达 也是结合了炫亚平时比较爱的一点点小元素在里面 搭配到的是这一款三脚背五光圈睡眠文胸 这款内衣上身的舒适感真的是非常高了 所以我很理解它为什么会叫睡眠文胸 而且这款内衣的后扣是可以调节的 可以轻松的变成美背款的内衣 并且它采用的是三脚背 这种招背特别适合胸比较小的妹子 如果想让我们的修行看上去更好 那我就非常推荐这种三脚背 好最后一套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 也是非常接近去亚风格的一套衣服 上衣是流苏的设计 所以比较适合肚肚有一点肉肉的女生 然后胸口这边是平口的 所以特别需要一件抹胸式的内衣 所搭配到的内衣是这款舒适无光圈的抹胸内衣 抹胸内衣也是我夏天出镜率非常高的一款内衣 因为我很爱穿无袖或者是小吊带的衣服 而且这款内衣并不光是可以做抹胸 像它的肩带是可以调整的 可以做美背款或者是交叉款的内衣 都可以随心的自己调整 并且它的弹性非常的好 即使当抹胸穿 做运动什么的它也都不会掉落